哈喽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在泰国的孔敬省啊 我已经在这里住下了 我讲一下今天的情况 昨天晚上 我刚到的泰国 然后没有找住宿 我本来打算那个在外面住一宿 结果大帐 早上的时候 突然降温 一下子感冒了,我一下子感冒了 感冒白天难受的很 特别难受,你知道吗 前面有个美女 哇 这个美女很美丽啊 去看一下 感冒特别难受啊 因为这个 这个泰国呀 白天太热了 早上的时候突然降温 我一下子没受了,而且我睡在地板上 所以说我那个 一下子特别难受 有一种特别恶心的感觉 所以说我赶紧租 租个宾馆吧 所以说花重金在这里租了个宾馆啊 等会让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宾馆 说实话 泰国孔敬还是挺繁华的 泰国孔敬 在泰国也算是一个大城市了 比之前我去的北标啊 还有那个赫勒啊 都 都繁华 我这里的 真美丽 这街道宽广啊 像中国一个比较繁华的县城啊 泰国就这样 带大家看一下我的房间啊 我的房间400泰铢啊 400泰铢 折合成人民币大概多少钱 除以 5 相当于 80块钱吧 80多一点 因为汇率是4.88 大家看一下 中国红灯笼 泰国每个地方华人都比较多啊 看一下 泰国的楼房都是这种 这种很典雅的楼房 大家看 住这里 我住在这里 大家看还行吧 我感觉这个房间 比我上次住的好 这还有门卡 这房间还凑合吧 还凑合 看一下我的房间 有一个大的双鱼庞 还有空调 空调可以开的 皮沙发 泰国这边的格局就这样 电视 电视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还有柜子 还有冰箱 泰国这边 冰馆基本都有冰箱 它好像比越南的好一点 越南比老窝的 看上去高档一点 其实我没热水 这个还有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干什么 这个房间晒衣服的 晒衣服 还行吧 这房间一共80块钱 大家说贵不贵啊 其实吧 泰国这个房价价 房间价格呀 最少一个七八十起步 反正 消费水平属于 跟中国比吧 差不多 中国 中国那个宾馆 差一点的 也六五六十 跟越南比也差不多 价格差不多 但是比老窝消费高一点 现在我出去逛逛街 本来昨天我打算 怎么拍视频怎么是拍视频都想好的 结果早上一下子感冒了发烧很严重 哎呀我躺在那个人家店铺门口睡了大概两个小时 特别难受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不要在外面搭帐篷 在这面 吃不了 他这个天气呀忽冷忽热 很难受的